有雙千名的蘇丹人在十七號走上街頭 團隊軍方在上個月發動政變奪權 要求是要還證給文人政府 結果是被安全部隊開槍 造成了至少十五人死亡 數十人受傷 蘇丹首都喀土木與相連城市 恩圖曼街頭十七號聚集數千人示威 高呼革命並呼籲人們推翻政變奪權的 軍方要求立刻還證於文人政府 並對政變領袖進行審判 他們堆積路障與安全部隊對峙 但現場響起槍聲劍血 讓情況頓時緊張惡化 參與示威的目擊者表示 安全部隊實彈與催淚瓦斯並用 切斷手機訊號與橋樑交通 阻止人民集結 支持抗疫行動的蘇丹醫師委員會說 野蠻鎮壓至少造成十五人死亡 這成為政變以來死傷最慘重的一次抗爭 總計累積已經有三十九人罹難 蘇丹時之統治者伯罕將軍在十月二十五號解散總理哈姆杜克的政府並將他軟禁 逮捕上百名政府官員 結束了二零一九年獨裁者下台後 軍方與文人聯盟分享政權的過渡夥伴關係 軍方十一月十一號成立新的過渡委員會 以博罕為領導人 排除了支持文人政府的代表 民主進程開倒車 受到國際關注與譴責 儘管美國與世界銀行已經暫停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 調解行動至今幾乎沒有進展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